嗨 大家好 我是小豪 今天呢 是5月30號 都要來報食一下 要跟大家講 這一支也不是屯片 今天呢 我剛好上了一支影片 就是叫做 疫情在家吃Buffet 就是想吃天堂那一支 然後我就有問大家說 有沒有推薦的 吃到飽 可以推薦給我 然後可以吃的真的是會飽的 然後很多人都推薦我說 吃看看辛麻辣跟麻辣 那其實辛麻辣我之前有吃過 然後我也是在店裡面吃的 那我也其實真的很好奇說 如果說啊 鍋類的吃到飽 外帶的話會呈現什麼樣子 那我今天還特別準備了這個 旅行必用的卡斯魯 然後是辛麻的 還有這個鴛鴦鍋 因為剛剛 你在笑什麼 這不是業配 這是我去那個小肥百貨賣的 我在要訂之前啊 我有上網查一下 他們是只有來湯頭跟菜還有肉片 所以我等於是說要在這裡直接 火鍋煮起來 對那其實我覺得這應該也蠻實用的 之後的影片應該也都會 蠻常需要在家裡面拍的 如果要拍火鍋類企餐 這個應該非常的實用 對那我這個的話 這些東西買一買大概花2000 那我今天打算買的是那個 馬辣的799套餐 它原價是1598 外帶的話直接給你打五折 我覺得應該算是促銷的一個活動吧 那它說它是這個六人的套餐 它可以選兩種湯底 然後肉餅可以選三種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實際東西來的時候是怎麼樣吧 我們等一下見 OK 各位 剛經過了我測試之後 應該是這樣 好 謝謝 OK 各位 買回來啦 799 哇 兩大袋耶 豬菜 然後菇類 跟火鍋料 都三包 肉類在這 然後 六包的王子麵 對 我就去後面 然後把那個湯裝好之後 然後再拿過來跟大家介紹 那這是它花雕雞配的酒精 耶 各位 那我們趕快直接來開煮吧 把這個火打開 總共有四種肉品可以選 那因為我是選了花雕雞的鍋底 所以它本身就有附花雕雞了 花雕雞肉在這 那這邊的話 這個是豬五花 然後這邊的話是豬腿肉 另外前面大家看不太到的 這個是 美國Choice級的牛五花 跟 花雕雞 花雕雞 耶 那 等一下 等一下就等這個鍋給它滾起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煮火鍋了 這算是我第一次一個人 吃火鍋 雖然有攝影師在旁邊 不過他已經吃完晚餐了 不單著吃什麼火鍋 唱著歌 OK 各位 鍋就要滾了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 因為今天也都沒吃 超級餓的 而且現在時間不早了 現在時間大概已經晚上的8點多 那我們趕快下菜吧 我發現它這個菜色好像 青菜的話只提供高麗菜好像 少了點什麼 的感覺 因為高麗菜不夠綠 我更喜歡我的那個鍋裡面 充滿各種的綠色 不過就是 對啦 它是給你一個基本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在自己 想吃什麼 買什麼 重要的 花雕雞鍋 怎麼可以少花雕雞呢 越嚇越餓 試一下它們的牛五花 不過我原本以為牛五花的話 應該要有很多脂肪才對 它這個的話 非常的瘦耶 沒有到很多脂肪 輕輕的算一下 帶裂粉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裂粉 算起來 好像又有點太粉 那它這個麻辣鍋啊 它是說有 鴨血15個 豆腐也7個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算一下說 它有沒有就是 放的是不是準確的 直接試一下這個鴨血 哇還蠻大塊的 第一塊 來試一下它跟店裡面吃的味道 有沒有一樣 嗯 鴨血很軟Q 味道也很夠 嗯 再來試一下 那個 豬腿肉 喔對 然後它沒有提供醬料 那我本身的話呢 也是喜歡吃 肉的原味 還有料的原味 可能我也都不沾醬了吧 等到吃膩的時候再沾 嗯 哇 豆皮 好不好 一定要加在這個辣 吸滿它的汁 然後平常的話呢 我去吃到老店 是很少在點這種火鍋料的 那我們今天它有 配給我們 我們就來嘗試一下 除了火鍋料之外呢 還有一些 牛肚 牛筋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辣這邊 也是會很好吃的 哇 還有腸子 哇 感覺這邊都放辣的 可以很好吃 花椒雞鍋也滾辣 煮起來 哇 它給的那個 花椒雞的部位都是 算是雞胸雞腿肉 而且都是 偏肉比較多的地方 吃一下它的牛五花 嗯 麻辣的那個湯底真的是很不錯 辣度算是微辣 重點是很香 它的那個湯底很香 嗯 現在啊 它這個肉片沒有煮很多 所以不會有很多肉渣 我覺得這個時候 最適合下王子麵 也給它下進去 水 哇 等一下煮起來應該是完美 然後再試一下 花雕雞鍋的 青菜 看看有沒有 沾附滿 花雕雞的味道 我最喜歡我的這個麵啊 有點口感 所以它 稍微硬硬的 我就覺得可以吃了 哇 哇 所以 799可以買到 我的幸福 我覺得真的算不錯耶 因為我們一般去外面吃馬辣 也大概快要 應該是800多含服務費 所以這個799它這個是不含服務費的 量算是給的很多 我覺得算是一個人的 一個人去吃馬辣 差不多也會吃到這樣子的量 但是我覺得 對啊 肉就是 像我的話 我去吃馬辣的話 就是主攻肉 所以的話 這些配料可能就沒有吃了那麼多 還有這個麵也不會吃這麼多 沒錯 王谷麵 真的超對味的 它這個麵啊 特別吸吸它的那個 辣的香味 哇 受不了 哇 照這個好吃的程度 我應該 今天這個六人飯是 完全沒有問題 嗯 菜也是 甜啊 來煮一下 你的豬五花好了 其實大家應該很常在火鍋店吃到這種 我覺得應該吃起來都會大同小異啦 對啊 我覺得它有越煮越辣的趨勢 不過還好 還好 我目前還可以接受 OK 那我們試一下這個辣味的 五花豬 豬肉也要好吃 脂肪的部分是比較多一點點 不過特別的Q彈 剛說要講這個花雕雞鍋 它這個蔬菜啊 真的是 算是吸的還蠻不錯的 雖然我都是 先把湯加進去嘛 然後之後再煮 可是 我覺得它這個吸附力算是還不錯 但是你吃菜的時候 或者吃菇類的時候 都可以吃得到 明顯的那種 淡然的花雕雞味 好吃 真的覺得這個王子麵還不錯 所以我打算 兩邊都給它下一包 它有分就是 一般麵寬跟兩倍麵 因為我很少吃啊 所以 可能大家很常吃 就會知道 但是這個粉紅色的話 是兩倍寬度的 它明顯是看起來比較寬一點點 它這個麵條的話 比較不會吸它的那個花雕雞的湯 湯味 花雕雞肉很Q彈 然後 每一口咬下去 都是有花雕雞的味道 不過可惜的話就是 它是算是比較柴一點的部位 汁不夠多 嘗嘗 嘗一下 嗯 味道很重 還可以 我覺得寬的比較好吃耶 吃起來更加的Q彈 口感的話會比較 來的豐富一點 豬腿肉 豬腿肉也是很Q彈 然後但是它的那個 脂肪啊 我覺得咬起來不會像是 上一塊吃到的五花豬來的這麼膩頭 這雖然有脂肪 不過它的味道是比較沒有那麼油膩的感覺 試一下牛筋 它是軟軟 OK 給過 大家說很想要看我居家先生都練什麼 想要我分享 我現在就在居家先生了 這個汗汁喔 流的不是假的 流超多 我現在衣服裡面都是汗 吃飯就是我的運動 為吃飯而存在的男人 麻糬燒酥骨 這是起司的蟲 它這個起司味啊 有點明太子 好像有明太子的味道 還會嗆耶 它好像帶點芥末 哇 本身真的是很少在吃這種 火鍋料 我不知道上次吃火鍋料是幾年的事情 不過加工的還是建議啊 如果大家想要對身體好一點呢 還是吃圓形的食物 例如這顆魚卵就非常的圓 很適合圓形食物 這個好吃 我發現我的麻辣湯會很沒了 所以這時候要自己加湯好不好 我覺得它的這個鴨血跟這個豆腐 真的是給的還算蠻多的 很適合中場休息來吃一個哈根大屎或是莫凡筆 忘記我不是在麻辣 沒有冰淇淋 吃什麼奇怪的台詞 這樣子我覺得我好像領悟了一件事情 感覺在火鍋店裡面他們冷氣應該不只開20度喔 因為我現在冷氣是開20度 還是有那個在火鍋店打工的朋友們 分享一下店內都開幾度 豆腐很期待 來試一下 因為還沒試到豆腐 來試一下豆腐 跟店裡面吃起來有沒有很像 其實我真的覺得應該也不用試啦 就是因為試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吃起來我覺得跟店裡面 還原度都會很高 好了 梅花豬給它all in 比較符合像是我在吃到飽的時候 每次整盤都給它all in 哇 我剛剛把所有的青菜跟菇類還有火鍋料 都給它丟到這裡面來了 然後現在就把它夾出來放涼 哇 真的是有點飽 不過沒關係我OK的 沒關係我OK的 今天這個六人份真的是有六人份喔 跟挑戰一樣吃得非常的飽的一次 哇 好 OK吃完了 那我覺得今天要花這個799的價位 算是非常的划算 因為我上個禮拜吃那個想吃天堂 所以花了999 可是卻沒有吃飽 而這個的話799是飽到不能再飽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啊 你也不太能夠去跟它做比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像這種外帶啊 你本身就要對它的那個 預設的那種想法 你要先減大概30%吧 就是你不可能完全跟內用一樣 來的好吃 或是來的量那麼多 而且我今天開箱的是這種 所謂的吃到飽的外帶嘛 所以外帶本來就不可能讓你吃到飽 但是它就如果真的像馬辣一樣 799有讓我吃到飽的原因 它就是塞了很多的菇類 塞了很多的蔬菜類跟麵類 不過呢我是真的覺得這個 汽油膠也很適合 對大家來點 然後買一點肉吧 就是就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爽 那像我今天啊 我覺得吃起來的話 它的那種湯底啊 還有那種火鍋料跟蔬菜 都是還原的非常的好 還有肉片類 但是你就很明顯知道說 你的肉類的話 它給的量不會到太多 等級也不會到特別的高級 因為像如果我花大概一樣的價錢 然後在店裡面內用的話呢 我是可以吃到比較多種類的肉 但是也比我們今天吃到的這種四種類 還要來得好 那很謝謝大家 推薦給我吃新麻辣跟麻辣 那我自己吃起來算是還滿滿意的 那我的回購慾望也是還滿高的 那如果我下次要點的話 應該會多買一點肉 好那大家如果有更多推薦的餐廳 記得留言給它告訴我 那我會下個禮拜拍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fragment